在昨天上午5点多 威震集团的董事长吴明达 在台北市大同区一间知名的三温碗 三温暖外 遭到枪手连开五枪 他的左手左脚都有重弹 他的小弟也有被拨棋 而开箱的嫌犯事后则是带着枪 自己到警方这边来投案 并且公称是因为不满 遭到吴明达旗下的小弟 去收一家咖啡厅的保护费 但是却问了这家咖啡厅的老板娘 老板娘就说没有啊 没有人来给我们收保护费 他从来都没有被恐吓 再加上这一次的这个吴明达 他的手脚都被开枪 认为对方的教训意味是很浓厚的 所以针对于嫌犯这一次的说法 警方还是怀疑他背后是有人指使 跟吴明达有什么纠纷吗 背后有指使吗 穿着白色精品上衣 态度从容走出分局 面对记者提问一概沉默 他就是朝威政集团董座吴明达 开枪的彭信嫌犯 刚开始一群人还在门口聊天 嫌犯冷不防从后面走过来 吴明达马上往旁边闪 但左手左脚还是中弹 另一名黑衣小弟打中右手 痛苦倒地 警方到场之前 两人就被送上车 原警封锁现场进行踩正枪击地点 就在台北市大通区老子号三温暖外 彭信枪手似乎早就掌握 吴明达行踪到场埋伏一小时 翻案后把车停到一旁的大同分局附近 转身进入巷子内 再走到派出所投案 三分钟后他怀孕七个月的妻子 就找朋友来发车开走 嫌犯不仅说辞反复 动机也起人疑斗 因为彭信嫌犯有汉人 在台北市经营咖啡厅 他公称不满被吴明达小弟 收保护费犯而开枪 但知情人士透露吴明达 日前在香港大佬的餐序中 和天道蒙太阳会副总会长 猫董起口角还有肢体冲突 是否因此被报复 但未传他已经向大哥赔礼致歉 这种就是已经是准备 花钱买凶的一贯的说法 就已经锁定到他 所以一般应该大概 要一个三百万来加费 威震集团也两度发声明 表示彭信嫌犯的公词漏洞百出 真正原因以及背后种种疑点 都还有待警方调查理清 华视新闻李明威黄平萱 刘俊南台北报道 嗨大家好我是影桐 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